尊敬的各位投资者 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 时隔三点我们终于又在线下见面了 进行我们的业绩发布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参加万科2022年度的业绩推荐会 我们这次业绩推荐会是采取线下和线上直播 同时进行的一个方式 那么线上是可以通过万科的官网 万科的一选房的小程序 还有全景网三个入口 来进入本次的视频的线上直播 那么在业绩交流正式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的管理层 他们是董事会主席玉亮先生 总裁祝九胜先生 联席总裁 开发经营本部首席合伙人张海先生 联席总裁 物业事业集团首席合伙人朱宝全先生 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韩惠华女士 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刘骁先生 我是董事会秘书朱旭 今天的会议的议程呢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由我来代表管理层 向各位汇报一下公司2022年度的业绩情况 第二部分呢 是由管理层和各位进行交流的一个环节 现在我向各位开始汇报 本次汇报呢 分为了四个大的部分 包括业绩的概要 财务状况 业务情况和未来的展望 首先我们看一下2020的业绩概要 那么在去年的话 万科的业绩实现了止跌企稳 财务和资金状况保持了稳健 开发业务的规模保持了行业第一的阵营 经营业务也快速发展 首先可以看到 营业收入是5038.4亿元 同比增长了11.3% 权益净利润226.2亿元 同比增长了0.4% 整体的财务资金状况是非常稳健的 保持了绿档的水平 信用评级呢 也是行业领先 我们的在手货币资金是1372.1亿元 对短期债务的覆盖倍数2.1倍 净负债率43.7% 我们的有息负债的结构得到了优化 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占比20.5% 下降了1.5个百分点 连续14年 我们保持了经营性进行现金楼的进额为正 去年我们的融资成本也有所下降 年末存量融资的综合融资成本 4.06% 同比下降了5个BP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的开发业务的销售金额是4169.7亿元 下降了33.6% 经营服务业务口径的收入全口径的收入是512.6亿元 首次突破了500亿元 同比增长了23.1% 下面我来汇报一下财务的整体状况 我们来到PPT的第六页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的财务数据的一个劣势情况 毛利率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确是有一所下降 税前毛利率达到是19.6% 比2021年是降低了2.2个百分点 税后的毛利率是14.7% 较2021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呢 是1块9毛5 较2021年是1块9毛4增长了一分钱 那么在分红的方面呢 我们你每股分红6毛8 那么根据这个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用现金为对价回购股份 是视为现金分红的 那么我们去年耗资了12.9亿回购A股 那么按这个来计算的话 我们的分红比例是41.36% 如果剔除回购股份的资金部分 我们的分红比例依然保持在35.65% 保持在35%的一个水平上 如果本次分红方案通过了股东大会审议的话 公司上市以来累计分红是1030.3亿元 也是历年我们股权融资的2.8亿倍 平均的股息分红率是33.4% 那我们的资产总额在2022年达到1.7万 同比下降了9.4% 所有的权益呢 规模所有的权益是2426.9亿 同比上涨了2.9% 那么每股金资产是21元 相比于去年2021年的20.3元上涨了3.5% 下面来到PPT的第7页 那么在2022年我们的信用评级 非常难得的保持了稳定的一个评级 行业领先的一个水平 我们的净幅在立语长期处于一个低位 新墨的净幅在立语是43.7% 现金还是相当充裕的 那么对于一年类到期负债到期债务的覆盖 倍数是2.1倍 如果剔除受限的资金和避受监管资金 我们的现金短暂比也有1.4倍 下面来到PPT的第8页 那么我们有息负债的结构在去年也有所改善 有息负债总额是3141.1亿元 那么其中呢95.2%都是没有抵押 没有质押的融资 那么去年我们一年类到期的有息负债是645.2亿元 占比20.5% 短债的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 有息负债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我们的银行借款占比是60.6% 应付债券占比27.3% 分别增长了4.5和5.5个百分点 其他键款占比是12.1% 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境外的负债 境外负债占比也下降了2.3个百分点 占比是21.9% 境内负债占比是78.1% 下面我们来到PPT的第9页 那么去年我们也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持续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 我们通过公司债 中票等融资工具 持续的优化债务结构 全年累计发行信用债是301亿元 三年期的平均融资成本是3.07% 我们是依靠信用来发债的规模 是保持着行业前列的 纯信用发债 全年我们新增的融资的成本是3.88 继续下降 年末纯量的融资的综合融资成本 是降到了4.06% 在下面的表格中 我们详细列试了去年发行的 每一笔信用债的一个情况 以及我们的不同类别的融资的 融资成本区间 下面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业务的整体情况 首先是介绍一下开发业务的情况 开发业务去年实现销售金额呢 虽然有所下降 但是呢 我们还是在44个城市呢 排名是销售前三 去年我们新开工面积是1568.2万平方米 完成了年初计划的81.7% 竣工面积3629.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了1.6% 完成年初计划的93.1% 那么从结算来看 我们的结算面积是34001.4万平方米 结算收入4444亿元 增长了10% 其中呢 我们的EPC和代建业务发展得非常好 去年收入超过100亿元 我们去年结算均价是1.3万元每平方米 同比是略增长1.2% 结算的毛利率 房地产的业务的结算毛利率是20.4% 扣税后呢 是15% 我们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以收入结的面积 合同面积是3361.6万平方米 以收入结的合同金额是5300亿元 这个数字也是有所下降了 那么在开发业务的投资方面 我们一直坚持精挑细选 去年非常紧正的选择片区市场稳定 经营收益优质的项目进行投资 我们新获取的项目地价总额886.3亿元 权益地价总额496.4亿元 计划建筑面积690.2万平方米 权益计划面积是403.7万平方米 目前来看 我们的项目资源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么在建和规划中的总计划建面大概是1.18亿平方米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一批就成改造的项目 按照当前的规划条件 总计划建面大概是403.3万平方米 在右边图表中可以看到去年新增图处规模前十位的城市 以及我们七个地产的区域 在建和规划中的见面的一个占比 下面来到PPT的第十四页 那么在这一页里我们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在用户 购房建造交付居住服务等各阶段来做好客户服务的 那么去年我们通过科技的手段简化了签约的手续 有5.6万组客户利用线上的程序完成了购房合同的签署 我们在产品的建造阶段呢 主动邀请客户进入工地 参与楼洞主体的施工 室内装修等节点的质量查验 在53个城市的408个在建项目 组织了6322场和客户的质量共建 有9.6万名客户参与 我们还全面推进了房产证的办证提效 有116个项目的客户在收房的时候就拿到了房产证 同时针对交付十年以上的小区 我们还共同完成了337项公共区域和设备设施的改造升级 当小区是常驻常新 下面来到PPT的第15页 我们去年实现了34万套住宅的平稳交付 同时我们的工程质量有所提升 有10个项目获得了中国建筑行业的大奖 包括鲁班奖 广煞奖 三天佑奖等 在右边的图片我们展示了部分获得大奖的项目的 下面来到PPT的第16页 这里我们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株林住宅的业务进展情况 株林住宅业务我们持续保持了管理的规模和运营效率的全国第一 首先是管理规模方面 其实我们已经是共运营常租公寓21.51万间 累计开业16.66万间 布局全国34个城市 开业数量在北京 深圳 广州 成都 武汉 合肥等26个城市都排名第三 那么去年我们新获取房间1.77万间 新竞争开业是7100万间 7100间 那么我们的营业收入是韩非并表的收入 就管理资产的营业收入是32.4亿元 同比增长了12% 我们运营效率也是保持了行业最优秀的水平 全年的出租率是93.3% 始终下半年的出租率逐步爬升 年底提升到了95.6% 前代的GOP利润率是87.5% 租户的租金收缴率是98.8% 客户的续租率达到60% 而我们的博裕的线上平台的注册人数270万 同比提升了42% 自由渠道或客战比呢超过了80% 同比提升了11个百分点 这也极大的减少了营销的成本 下面来到PPT的第17页 那么去年我们积极推动保障型中林住房的运营和建设 在北京 天津 深圳 厦门等14个城市 纳保了66个项目 设计房源是5.89万间 我们也多渠道参与租赁住房的纳保 包括我们支持的用地来建设租赁住房 还有用陈农村改造为保住房等等 在下面的图片中我们介绍了天津 北京和深圳的保住房的一些情况 下面来到PPT第18页 其实从租赁住的业务来言 我们的大型租赁社区的产品已经日渐成熟了 在去年11月 我们在北京的集体用地项目 院儿草桥社区一起开业 成为了博育在全国的第4个院儿系列 这种大型租赁社区 它提供租赁公寓 商业 物业管理 多业态的一个综合的租赁社区解决方案 那么草桥院儿这个在2022年末 虽然是淡季入市 但是也实现了开业与满租 体现了社会对这一类大型租赁社区产品的一个渴求 在下面的图片中我们介绍了 博育的院儿草桥社区 是位于北京的丰台区 它总共有3406间房源 步行是以这种27平坊的开间为主 在右边的图片介绍了 厦门本岛的航空港北部的海湾社区 这个社区的话 它有7874间房源 那么也会在今年3月份正式开业第一期 下面来到PPT第19页 那么朱令住房业务 去年我们深度的服务企业的客户 打造了企业心目中的朱住服务的一个口碑 那么博育的和企业客户服务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2936家 那么企业的员工在博育租房的比例提到了19% 从比上升了0.6个百分点 其中包括华为 美的 特斯拉等大型企业的员工 那么头部企业也就是入住100员工100间以上的数量 增加到了57间 较少年增加了30家 共有1.42万间 那么下面介绍了两个典型案例 一个是合肥的博育海航店 为400余名孩儿的员工提供温馨的蓝领公寓 而是他们来包租 那么在深圳博育的平山的燕子领店 也为平山的高新技术的人才提供企业人才的租住服务 主要是比亚迪中兴国际OPPO的员工 企业客户占比到了96% 此外的话我们还跟大量的大疆啊 中兴啊 招商银行 中英证券等等大企业进行合作 为他们的员工提供 从而也提高整个博育的出租率的稳定 接下来到PPT的第二十页 从这里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万物云的业务进展情况 去年而言 其实万物云我们都知道完成了一个分拆上市 同时它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300亿元的大关 那么去年万物云实现了全口径营业收入303.2亿元 同比增长了26.1% 其中的话呢 社区空间的居住消费服务167.5亿元 占比是55% 同比增长了24.4% 商企和城市空间的综合服务收入111.8亿元 占比达到了37% 同比增长了28.3% 人工智能物联网和BPass 解决方案的收入的科技收入呢 达到了23.9亿元 占比8% 同比增长了28.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万物云它服务的第三方 也就是不是来自万科的项目 它的数量占比达到了67.7% 同比继续提升 同时的话呢 叠成的效率呢 也初见了一个成效 那么累计布局了584个叠成 叠成的新增项目的个数是205个 保核收入达到12.9亿元 其实叠成呢 其实我们保全总在他的应急发布上 可能也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就是以街道为单位 以载管项目原型 那么20到30分钟 步行可以达为半径 来构建一个叠成的服务圈 来打通这个服务圈内的社区 商业企业办公楼 还有城市空间的这种边界 实现这个物业服务人员的共享 叠成内部快速的响应 为这个物圈内的所有的空间 无论是住区 张企 还是政府空间 提供一些混合的服务 那么这种服务的话呢 其实它通过供应链的改造 可以实现这个降本真效 在去年9月 完成了38个叠成试点项目的 供应链改造 实现了基础 住宅物业服务成本的降低3000万元 那么如果换算在全年 预计可以提升4点项目 全年毛利率超过4个百分点 接下来我们来到PPT的第21页 358个居住小区 那么在管的住宅项目中 第三方的项目是2036个 占百分之59.1 同时在住宅小区方面 去年万物云着重解决 老旧房屋的养老问题 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他们以友邻集市为依托 通过为住户提供 良油申宣 家具用品 旅游教育 母婴宠物等 优质产品的销售 然后将获得的部分的利润呢 以友邻计划资金的名义 无偿的提供给这个所在的社区 用来更新这个社区的健身器材 娱乐设施 还有AED急救设施等等 那么去年募集资金是2910万元 助力了100余个社区 完成数百项的改造换新工作 同时呢 针对老旧小区的电梯的问题 持续开展电梯不困人的行动 他通过更新这些电梯的老化配件 建立专业的电梯育林团队 等九项措施 实现了电梯的故障率 下降了57.1% 电梯年化困人次数 0.06次每台每年 是远远用于国家的标准 1.4次每台每年的 在商企和城市物服务方面呢 也是快速的拓载 外物联行聚焦互联网 高端制造 金融 战略新型产产业 服务了2133个项目 服务范围呢 也从单纯的这个物业服务 扩大到楼宇的能源管理 无存管理 甚至是团餐管理 行政管理等领域 全年物业及设施管理服务 75.7亿元 同比增长了43% 那么来自第三方的收入 是占比85% 年龄新签的签约保 收入41.5亿元 保持了行业领先 那么去年新增了12个 超高的地标项目的物业管理服务 还拓展了16个世界和中国500强的企业客户 那么万物云城城市服务方面呢 累计进入了36个城市 统筹管理84个城市空间的整合服务项目 下面有一些比较典型的 比如深圳的深湾会云中心 广州的广发证券大厦 湾的香药大厦 沈阳的海中广场等等 来到PPT第23页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万物云的科技方面的收入 那么去年持续打造核心科技产品 形成科技收入 构建了26条29条产品线 140个科技产品 以及14个智慧空间解决方案 成为了华为腾讯阿里的合作伙伴 共同促进了万物云在科技方面的销售收入增长 下面来到PPT24页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流仓储的一个服务 那么在物流仓储这一块 其实我们去年的经营收入增长是17.9% 冷链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的位置 首先是营业收入35.6亿元 同比增长17.9% 其中冷链的营业收入是14亿元 同比增长46.7% 增长非常的迅速 在全国47个城市运营管理162个自有的一个项目 累计以开业项目可注定的建筑面积是964万平方米 其中高标仓846万平方米 冷链圆区118万平方米 那么去年新开业的是132万平方米 其中13个高标库有10个冷链圆区 那么整体的经营效率是比较高的 高标仓开业一年以上的稳定期的项目出租率是90% 冷链库的稳定期的使用效率是75% 那么NOI的话呢去年实现了19.8亿元 同比增长11% 那么高标库冷链与稳定期的NOI的回报率 分别为6.1%和7%的一个水平 那么接下来看到PPT第25页 那么这里我们所动介绍一下 不留仓储加强客户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提升它的竞争力的一些案例 那么去年万物不留仓储深度参与客户的 供应链的管理提升客户年纪 比如说我们服务了全国176家门店 和25万的三亩会员 为沃尔玛的这种客户开展 生鲜的配送 常温配送 加工中心等多元化的服务 那么2022年从沃尔玛获得的合同收入 同比增长了103% 那么在泰森 泰森食品是全国最大的鸡肉牛肉猪肉 的生产和供应商之一 我们为泰森食品打造全六六路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 那么在2022年在华南开展合作 为泰森的300多个客户 提供仓配的一体化服务 在耐雪 在三个月里完成了供应链的扩容 在沈阳南京武汉三个配送中心的项目合作 服务全国耐雪四分之一以上的门店 每月配送2500电磁 配送商品超过21万件 下面来的PPT第26页 这里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典型的上海凤行的林港园区 这个园区呢是万维物流着力打造的一个宣国的运营中心 它提供宣果的入库 催熟包装 深圈配送的全六堂场场景服务 这个仓库它设有10个专用新风系统的一个催熟系统 每周它可以催熟7.5万箱的水果 那么这里还为专门为加配的奇异果 打造了亚洲第一条奇异果的自动的分减包装产线 每周的产能可以达到20万标准箱 那么在服务加配这个头部客户的基础上 这个仓还服务了多家的行业的水果头部客户 为客户的食品安全来保驾护航 好下面我们来到GPT的27页商业开发运营的服务 那么在商业业务去年的话 我们的收入是稳步的提升 同时还持续的输出了轻资产的管理 商业业务呢还非并表的应力的营业收入是87.2亿元 同比增到14.3% 其中应力管理的商业项目营业收入54.8亿元 同比增到4.8% 整体出租率93.2% 那么累计开业是242个商业项目 其中有138个社群商业 建筑面积是1227.7万平方米 还有规划和再建的商业面积365.4万平方米 整体的经营能力呢是获得认可 那么去年的话应力输出管理项目已经达到了36个 管理了呢是247万平方 下面来到PPT的第二十八页 继续我们介绍商业的情况 那么去年的话呢 我们是整合了集团类的商业资源 为了实现区域类特征相近的商业项目资源的密集利用 我们在去年底把七个地产BG的部分的商业项目 委托应力管理 这次调整后呢 应力一二线的管理的面积占比超过90% 长长角的总面积占比44% 在管面积前十大的管理面积占比有60% 除了上海杭州等优势地区以外 目前在天津西安和宁波的管理规模 也进入了行业的一个前列 那么去年我们新开业的一些新的产品市场表现比较好 首个完整年度的平均Ni率已经超过6% 其中杭州的奥地印象城达到了6.7% 就是首个完整年度的Ni率 那么应力去年的会员总数达到了2200万 会员的月活率提升了37.9% 也建立了1700多个现象的社群 现场现下来助力销售的增长 那在右边图我们重点介绍了杭州的奥地印象城 它也首创了杭州的五大特色商业空间 通过这个场景换星 打造了杭州最具度假感的商场 那么去年的总销融合是33亿元 客流全年是1533万元 其正会员是228万人次 首年的Ni的回报率是6.7% 下面来到PPT的第29页 那么在我们列试了一下 我们去年在上海青岛南宁新开业的 主要的万科广场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这个开业率招商率 以及客流量都处于比较好的水平 下面来的PPT的第29页 介绍一下冰雪业务的情况 那么在20223年的雪局 延庆的奥林匹克园区向公众开发育民 集团旗下管理了6家滑雪独假区 累计管理雪道面积是340公区 有102条滑雪雪道 雪道总长度是79.2公里 那么去年实现的收入的是 滑雪收入是2.8亿元 增长了11% 接待了88万人次增长了12% 那么去年迪昂的中国的首家滑雪度假区的 现实精品店呢 也落户了吉林松花湖滑雪场 此外呢 还跟北面SKI等电影节呢 进行了合作 我们的松花湖滑雪度假区 再一次呢 融合了世界的滑雪大奖 是连续6年多亏 此外的话 我们还写出了中国青少年的滑雪公开赛 雪耀中国高三滑雪积分赛 万科杯大学生滑雪挑战赛 等众多的赛事 那么在酒店业务方面 我们来到PP的第31页 32页 31页 那么持有33家在营的酒店 覆盖了深圳广州 苏州 杭州 核心城市和黄山丽江等目的地的旅游胜地 我们的合资平台 中国管理的这个月容庄 月川的品牌 也在中国业务发展 还形成了高端商务委定位的詹云 和城市人为为厉害的柳雄 两个自营品牌 也欢迎各位的前来体验 那么下面的这个苏州畅元勇修 潮州古城勇修 和深圳的浪秦三云度假 也是我们三个比较典型的好酒店 那么在PPT32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科技助力业务的情况 那么去年的话 我们是加强了这个数据的智能化应用 提升工作的效率 我们集成了系统中 财务资金 成本 营销 工程等更多领域的数据 通过AI来赋能我们的数据员工 开发算法超过80个 数据员工能根据算法 自动分析发现流程的问题 使别潜在风险 并推动经败的员工解决问题 并反馈 那么右边这位美女 就是我们的数据员工崔小畔 那么同事的话 我们还打造一些数据的洽残空间 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 那么完善 特别是完善 线上客户的这种销售过程的一个体验 提升数据化影响能力 主要体现在一个是云沙盘 一个是逸选防小程序 我们通过云沙盘进行数字建模 建立可以交互的3D的模型和项目虚拟实景 能够帮助客户通过这种云沙盘 更好地了解产品的卖点 增加的客户对产品细节的一个认知 那么通过一选防的小程序 客户可以快速地获得项目的产品信息 还可以进行分销和营销的活动 那么去年预选防的线上 获取客户访问是1.57亿人次 在PPT33页 我们开始介绍我们ESC的情况 去年的我们ESC工作 还是表现保持了行业的一个稳定 那么我们ESC评级是行业领先 我们获得了深交所国阵指数的ESC评级 AA级排名是房企是第一 也是唯一一个被纳入深圳100ESC领先指数的房企 我们也连续入选了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 恒生A股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 恒生ESC50指数 并获得A加的评级 同时维持了MACI ESC BBB的评级 此外我们的很多案例 也被中国上周公共协会 证券会证券期货市场入选 那么同时我们也入选了中国的福布斯中国 2022中国ESC50等荣誉表单 那么在PPT34页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绿色建筑的情况 我们新年的项目连续9年 全部满足绿色建筑的标准 那么截至去年底 我们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面积 累计已经超过了3.08亿平方米 新增的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这个项目中 有61个是绿色三星 7个粒的荆棘 3个粒的荷荆棘 还有3个VIL认证 36%的项目我们都引入了可再生能源的设计 同时的话 我们持续的推动5加2的装配式的应用 新开的主流项目的工业化应用比例是85% 那么我们的万维物流呢 也专门发布了净灵探的智慧物流白皮书 推动冷库百分百的绿色认证 和光伏的全覆盖 那么在绿色运营方面 商业开发与运营 租赁住房业务呢 都把这个ESG倡议条款 纳入了标准的租赁合同模板 实现对租户的绿色理念的宣导 在绿从金融方面呢 我们制定了绿色的融资框架 明确将框架下发行的资金用于绿色建筑 可再生能源 污染防治与控制 可持续的水 及废水管理 那么去年我发行了三期 70亿元的绿色棕票 平均融资成本是3.03% 均低于同期的其他的融资的一些成本 那此外的话我们还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教育发展 积极倡导全民运动 进行健康的乐跑 好 那么下面向各位汇报一下 第四部分 就未来载望 那么2023年 整个集团将围绕以下的方向开展工作 第一是保障经营的安全 持续保持行业领先的信用评级 保持融资的弹性 优化债务结构 探索股权融资的机会 助力业务良性发展 二是坚定地实施 不动产的开发 经营服务并重 以城市同步发展 以客户同步发展 以长期最大化的价值为目标 从集团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角度 来推动业务的协同 提升整体经营水平 三是打造更多的优良资产 从经营角度来完善资产的建设和管理的标准 提高商业 办公 公寓 物流仓储等项目的经营回报 来形成更多的具备交易条件的优良资产 并探索瑞茨等创新型的工具 第四 继续提升ESG价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把ESG理念容易日常的工作中 探索预测低碳的发展模式 积极披露与回应社会关心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具体而言 在地产开发方面 我们会通过开发经营本部 统筹开发经营业务 建立稳定的项目运营基础 在资源的配置 产品的策划 项目操盘 集中采购等等方面 建立能力共享 标准统一 经营管理的技术 第一是催动销售回款 提高现有项目的转化 优化产能结构 重点在专业的合力 和开发的效率两个方面 努力地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益 贡献更多的正向现金流 那么聚焦来恢复我们的盈利水平 第二是提高投资质量 从关注城市的宏观指标 转为关注这个城市板块的健康程度 通过充分的市场研究论证 夯实投资的安全边界 投钱和投后 拉通管理 近期的检视操盘团队在产品 成本 工期等关键节点的表现 确保投后兑现的达成 第三是以产品线迭代更新为基础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使之更贴近细分客户的需要和期望 重点通过设计 成本和采购的专业合力 来实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不断提高投入产生效益 第四还是要保质保量 做好住宅的交付工作 坚守安全生产和质量底线 实际推广质量共建 交房就办这样的做法 提升客户体验 高质量的交付 那么2023年的开军工计划是这样的 现有项目就不含 今年新获取的项目 我们计划开工和复工的这种面积 是1672.8万平方米 那么实际的开工呢 会包括本年新增的项目 在本年的开工的情况 所以呢实际开工呢 和计划开工应该会有存在差异 那么预计 竣工的这种面积是3227.2万平方米 那么在租赁住宅方面呢 我们主要还是要扩大我们的管理规模 同时继续提升我们的经营水平 第一呢是继续响应租购并举 扩大租赁住宅的管理规模 第二呢是齐称经营水平 巩固行业理性地位 造品牌的标杆 第三呢 今年我们要实现成本法下 就是扣除这些租赁住宅的 择救摊销以后的快捷报报的利益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已经实现了这个东埃的这个位证 但是呢 在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 就是要成本法下 扣除折掉摊销后 今年 明年也要实现这个快捷报报的利益 那么万物云的话 主要还是要保持服务的高品质 通过客户的多元化来实现稳健的增长 第一呢是基础服务要有高品质 继续航是好服务的品牌 用好服务好品牌来赢得市场 并进一步强化万科物业的品质服务 阳光物业以及智慧社区的市场形象 提升场景的触达能力和服务品质 更好的服务客户和服务客户的更多的方面 第二呢是以客户的多元化来提升组织的韧性 拓展深耕行业的客户 深化对企业的服务能力 围绕企业客户的需求呢 构建楼宇的管理 工作环境的管理 能源管理等细分市场的服务能力 仿实竞争优势 在物流仓储方面呢 主要还是要完善我们的仓网布局 强化渠道的建设 首先是聚焦冷链 来聚焦核心城市来加强投资 完善全国的仓网布局 也是要基于客户的需求 沿着供应链的环节 加上在长山脚 大湾区等核心城市投资 持续完善冷链物流的网络布局 提升市场的份额 第二呢是要强化渠道的建设 提升服务客户的能力 要聚焦新能源 汽车和零部件 商操零售 连锁餐饮 快销制造等重要客户 完善供应链 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 增强客户粘性 提升战略性客户的份额 那么在商业开发运营方面呢 我们主要是要提升运营水平 保障重点项目的开业 第一呢 首先还是要提升 线存量项目的经营回报 不但要有产品和运营均好的 综合体项目 也要做好和综合住区大盘开发 产生协同作用的社区商业 第二是要保障重点项目的一个开业 新开业的项目要产品 强化这个产品的一个辨识度 以深圳的瑞应中心 也就是这个 深圳湾超级总部的 那个大型的一个商场 上海的龙华会 重新印象城 西安产霸印象城为主要抓手 打造创变空间 和消费者的体验消费中心 稳步推出天津的和平印象城 长沙中心印象城 深圳一林中心 等为代表的这种 纯量的换新换活项目 做好商业策划和在地文化的结合 第三呢 是要坚持重轻并举 重资产的聚焦市 重点城市 轻资产业务呢 输出管理业务 扩大于国企 减资和基金的合作 持续推动集团的商业业务的 地盘级的建设 好 在这个PPT后面 我们还做了一些附录 我就不予予赘述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汇报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入会议的第二部分的 这个问答交流的环节 那么因为会前的话呢 其实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公告 就是召开业绩发布会 以及预先征集问题的一个公告 也邀请了这个投资者参加 并征集问题 我们说这要的问题呢 其实涉及到还挺多啊 包括市场的情况 开发经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我们的融资的情况 以及我们的公募率的推进情况 可以分空政策等等 各个方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先邀请在座的 投资者和媒体朋友进行提问 如果在提问最后呢 大家提问的问题 有没有覆盖到 事先征集问题范围的 我们再主动拿出来进行 打和交流 那么也请各位投资者和媒体朋友们呢 在提问之前呢 先举手示意 得到这个主持人的确认以后呢 拿到话筒呢 就请您进行提问 那么为了有更多的提问机会啊 去每位提问者呢 只能问两个问题 请您在提问之前 最好能先介绍一下 您是来自哪一个机构 以及您的姓名 好的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这个提问的环节 好的 这位 就是第二行 中间这位 各位管理层上午好 感谢主持总给这个提问的机会 我是广发证券的房地产行业分析师郭震 我这边也是先恭喜啊 公司在22年非常严峻的行业环境之下 非常出色完成了年初的目标 实现了规模利润的增长 超百亿的这个现金分红 也是创历史新高的一个竣工交付体量 那么23年呢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也是行业的一个发展进程啊 因为年初以来似乎较去年有一定好转 但市场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这个确实是需求没有那么好的持续性 所以想请教一下郁主席 对于我们这个开发业务啊 咱们23年的整体的一个判断啊 和认为行业的一个恢复程度 以及我们万科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经营策略啊 好谢谢 好谢谢广发郭震的提问 主要是关于市场和万科的经营策略 易总 好 谢谢您的问题 那个确实呢 我们现在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呢 目前呢市场上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那么我看到最典型呢 有两种说法比较极端的 一种叫狂飙 正好有个电视剧狂飙 所以这种狂飙变成了一个名字 说这个市场现在说狂飙阶段 一个呢说道春寒 所以狂飙跟道春寒并存 所以我想不同的市场观 不同的观察者 他身处在不同的市场里面 本身有不同的参道系 所以说呢 对这个市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那个 从万科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新房市场了 新房市场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没什么变化的 市场呢 仍然处在一个温和恢复的阶段 这是我们其实过去半年以来的一个观点 那么今天看来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还不需要修改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 相比较一月份来 为什么会有人说狂飙 那是因为从相比一月份来看的话呢 二月份那个表现出 二月份的新房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回升 尤其是一二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的话呢 这个环比的上升 二月份比一月份环比上升了46% 所以据是很多人认为是狂飙 那么打开来看的话呢 大概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呢 是去年十二月份 跟今年一月份的一些需求 那么积累到二月份 得到集中释放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今年春节是一月份 那么一月份的话呢 大家三年没回家了 都回家去了 所以一月份的冲击 这些销售呢 是受些影响的 第三个原因呢 应该说政策是非常友好的 从中央到地方 都出台了相当多的 支持住房合理需求的一些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使得大家信心呢 是有所回升的 第四个问题呢 确实呢 目前因为房价也有点调整 房价调整之后呢 使得性价比变得更好了 现在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买房的 入市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所以这个四个原因指的说 二月份的销售呢 比一月份呢 有个明显增长 但是我们把刚才四个因素 把它我们解释 二月份比一月份增长的四个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月份 把它做个整体来看 跟去年的 跟二 跟二一年的 二二年的环比 同比来看 其实呢 一二层市呢 一二线城市这一方面 新房销售只增加了7.2% 增加7.2% 所以呢 说不上是狂飙 所以说不上狂飙 那么三月份以来 大家说到春海州是三月份 说三月份以来 尤其三月份第二周以来 看法人数各方面 人气有所下降 那么很多人得出结论说 这个是不是到春海了 其实我们呢 从州的成交水平来看 三月份的 三月份的月均州 月均只比二月份高点 回落了6% 就三月份的那个 我们的成交的高点 成交的高 州的成交水平 只比二月份的高点 回落6% 而且呢 大多数时间都超过了 二二年的同期水平 二年最高的水平 所以说从这里来看的话呢 市场 从这个来看 这市场 既没有 既没有 那个狂飙 也没有 倒春寒 这有点像 今年的春天 但是今年春天 是用论二月 论二月的时候呢 春天通常 这个春天 论二月的春天 都会比平常春天 稍微冷气温低一些 然后时间会长一些 论二月 所以说呢 我们从这个 但是呢 毕竟春天来了 草也变绿了 花也开了 所以我们的房间市场呢 仍然处在一个 温和复苏的阶段 这个判断 我觉得是仍然是成立的 那么对于未来的市场需求来看 我想有一个 有一个 我们有个非常明确的看法 我们觉得新房的需求 上有天花板 下也有保底线 那么为什么说上有天花板 一方面来说呢 我们国家住房的存量规模 我们的住那个商品房的存量规模 已经很大的了 我们比如说 我们说人均居住面积 城镇居民 人均居住面差40平方米左右了 再加上过去几年的大规模建设 那么这些建设的房子呢 陆续要交付使用 要投入使用 所以新房市场是不可能回到 2021年的历史分值 这就是天花板 就2022年就是天花板 是不可能回去 不可能回到2022年高峰了 但另一方面来看 从我们的人口流动 从我们住房的改善的速度来看 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 突发性的变化 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 每年有12亿的一个需求 还是有的 这就是保底线 这就是保底线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我们未来市场来看 一段时间之内 我觉得天花板 二亿眼睛到了分值了 那么未来的时间 在12亿的保底线上 是具有确保的 所以这是我们整体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判断呢 那么我觉得市场的短期 上下的波动可能都正常的 那么但是呢 我想我们作为企业来说 需要认清大事 这行业呢 已经再也回不到 对住宅开发过于依赖的 水平 这阶段 再也回不到 对住宅开发过于依赖的阶段 对大企业而言 开发基因服务并重 是个必然的选择 是没其他路口 没有其他选择的 所以对我们万科而言 我们会认清这个大事 我们会坚持 我们开发基因服务并重的策略 在确保这个活下去情况底下 来坚持这个战略 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好 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 谢谢 谢谢郭振提问 谢谢郁总的回答 下面有请第二位 好的 这位穿白衬衣的先生 郁总 朱总 还有朱总 各位管理层好 我是海通的房地产 海业分析师涂立 那我大概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注到昨天晚上 公司的年报的综合毛利率 比我们住宅端的毛利率要略低 想问一下 主要是哪些业务 可能整体来讲 拖累了我们在住宅以外的情况 第二个这个趋势 后阶段综合毛利率 大概是怎么一个变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可能也是跟利润水平有关 因为从今年开始起 整个市场环境还是趋暖的 包括土地端 还有各类型的政策呵护都有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住宅端的 综合毛利率未来的一个大致趋势 未来几年的一个变化的可能的 可以预期的一个展望 大概是怎么一个状态 好 谢谢各位领导 好 谢谢海通中的图一脸提问 您主要关注到公司的一个去年的毛利率的情况 以及关注到未来开发业务毛利率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好 这个问题先请韩惠华来从财务角度来回答 再请我觉得张海从业务角度再来补充一下 好的 好 首先谢谢图总的提问 关于毛利率的情况 我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的整体毛利率大概是19.6 大家可能看到开发业务的毛利率大概是20.4 中间大概有一个百分点的差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经营性的业务 就是在会计上其实是选择了更加审慎的处理方法 我们用的成本法 所以成本法就是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折旧摊销 而且随着这些经营资产 它本身开业的增多 这个折旧摊销的量它会逐渐的增大 那么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要记录到成本的 所以它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整体毛利率的表现 大概今年的影响的话是差一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说还原一个就是一个科比口径 我们把这个折旧摊销还原的话 大概整体的毛利率是20.6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打开分业务看一下呢 就刚才您关注到这个毛利率未来的一个趋势 分业务来说确实现在开发业务的毛利率20.4% 如果放在现在行业这个水平可能是一个中等 或者说偏上这样一个水平 但对比过去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而且客观的说呢 过去两年特别是2022年 就整个行业的超量的调整 然后整个销售的大幅下降 销售端的毛利率还是有相当的压力的 而且因为房地产结算有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随着这个销售资源逐步的进入到军工交付 那么销售端的这个压力 它会在未来一到两年在结算端一会有反应 所以结算毛利率应该说就是阶段性 还是会有一定下滑的压力 但是也要看到就是刚才其实前面 朱旭也介绍到我们现在新拿的项目 就是投资质量很好 我们的整体的这个 不管是投资兑现度还是盈利表现 都还是比较好的 能够稳定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我们相信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吧 开发业务的毛利率还是能够整体稳定向好 那第二个是物业 因为前两天万物云也刚刚发布了年报 在万科集团的报告里面呢 就是如果我们剃掉这个抵消后 大概整体物业的毛利率是14.4 确实比去年呢有三个百分点的下降 那么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在会计上选择了更加审慎的处理 过往我们收购业务的这个溢价 大部分的都记录到了无形资产 而且用了一个相对较短的年限去做谈销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毛利率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今年的话大概会影响两个百分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受到行业的影响 那像过往毛利率比较高的这种开发商的增值服务 这些社区增值服务的毛利率 包括收入是有一定的下降的 所以呢整体对毛利率的表现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那但是现在我们占到了这个业务绝大多数比例的这种经常性的业务 现在也在不断的体效 包括前面包括介绍到的像科技板块的收入和毛利率 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相信二三年之后毛利率会有一个回升 第三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其他业务 就经营业务 其实经营业务无论是商业物流公寓 其实整体来说随着我们经营表现的这个逐渐的成熟 其实利润率水平是在上升的 去年在我们报表里面其实上升了六个百分点 但是也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成本法的因素 所以其实它整体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低的两位数的一个水平 对毛利率没有一个拉升的一个贡献 但尽管是受到会计政策的影响吧 我们想我们相信就随着这个就是经营本身表现的这个向好 它的这个价值增长是在的 虽然在会计报表上面没有很完整的反映出来 以上谢谢 好 各位好 我针对惠华讲的做一些补充 这个稳定毛利率水平 首先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稳定存量资源的毛利率水平 其实存量资源的提效和增收 都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这中间也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建在寿的存量 我们目前选择了突破口 其实主要在经营管理上 主要有两个抓手 一个是量价管理 另外一个就是费消比的提升 这方面我们在去年还是专门做了一些功课的 比如说我们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流速 以周围单位动态检视项目的量价关系 做到一房一架 这样既可以给客户实惠 也可以给我们多些收益 另外之前呢 我们其实并不太关注售楼处的运营成本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应该付出的费用 事实上我们今天仔细看了看 售楼处我们从提高人效和一些性价比的安排 我们一个收入处 新的收入处就可以比以前的收入处可能节省将近100多万 我觉得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收入吧 另外就是有一份存量是土地阶段的 土地阶段的呢 我们其实重新打开看了一下 主要是看产品的定位和投入产出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挖掘不同产品的价值点 这个来实现产品溢价和投入产出比 对毛利水平的贡献 为此我们还有一个像小红书一样的成本挖浅小手册 便于大家翻阅 各个区都会在看 希望能够对毛利水平有所贡献 新增投资我们更加谨慎 而且相对现在来说也比较完备 我们头前头后拉通管理 对操盘团队在产品成本供期的关键节点上 我们也做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这样确保这个投资对线能够达成 目前看我们新增投资的毛利水平在20%左右 基本大到预期 我认为这是目前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因为确实之前毛利给我们还是有一点压力 所以我想可能未来 我想这方面我们能坚持下去的话 毛利水平的稳定和提升应该是有信心的 谢谢 好的 谢谢海东中间图一轮提问 谢谢惠华和张海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再邀请朋友们提问 好的 这是请媒体的朋友们 那么请那边 就靠大门的 第一列 第一列 第四号 的朋友 应该是那个女士 管理层好 我是那个界面新闻的记者黄玉 然后想问一下关于融资方面的问题 就是看到去年11月以来 其实监管部门都有一系列支持房企融资的一系列好的政策嘛 然后看到房企的融资端也有一定的改善 万科其实去年看到11月以来在抓住这个窗口期 也有比较多的动作 刚看到财报里面显示咱们那个有息负债也是有一定的增加的 然后想问一下管理层就是如何看待那个接下来的那个融资的环境 然后基于对这个接下来融资环境的判断的话 咱们接下来对融资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融资规划 然后是否会继续会打算那个抓住接下来的一个窗口期 会有继续加大融资的一个准备 谢谢 谢谢界面新闻黄敏的提问 您关注的是行业后续的融资环境 以及万科的融资规划 后续是不是会加大融资的力度 郁总 好 那个请那个住总回答 就是从去年这个第一支建第二支建出来以后 监管部分的两支建出来以后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融资环境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那整个过程提现为一个信用修复的过程 整个行业的这个融资出现了这个信用修复 那信用修复跟信用恢复是两个概念 它出现了一些分化 业务做得好 信用比较好的房企得到的这个融资 是会更多一些相反的业务有些不足 或者信用维持得不太好的 这那房企得到的这个修复和恢复就没那么好 这里面关键的一点 其实是可以有个代理变量的 是可以去看看各家银行愿意给这家房企的这个签约缩性额度 银行愿意给人家房企签约的收信额度越大 就表明银行越看好这家房企 万科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感谢各位各家银行的高看厚爱 为什么说要看银行的态度 恩克斯当年说了一句话 这个银行家做做眉头比朋友的忠告更重要 其实银行家看企业看产业是有一套方法的 当然其他的金融机构的态度也非常重要 也非常重要 其实出去在刚才的汇报过程当中 也把我们的融资的一些基本的总量 期限结构弹性多渠道等等这些问题都做了汇报 我就换一个角度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提出来我们内部转型的要求就是开发经营服务 这三者也并重 其实开发内的融资和经营服务内的融资 它的底层逻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开发内的这个融资主要是看这个产品能力 代理变量就是这个产品能力看性价比 它的代理变量就是要看这个回款额和回款力 假设一个项目回款额回款力都相当不错 就表明它给业主跟消费者提供的性价比是不错的 回款额越多回款力越高 这边的融资成本就会越低 它相当于一个翘翘板 这边的回的越多回的越快 这边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就会越低的 银行大概也征询这么个逻辑 这一个强大的支撑就是产品力 提供性价比的这个能力 那到了运营和服务内的业务 它的支撑点可能有点不一样的 支撑点就变成了这个运营能力 运营能力 给一个空间能不能把它运营起来 加上内容最终表现为这个是EBETA和这个NY 能不能把一个空间加上内容以后 运营出更多的NY和EBETA 强大的支撑能力就是这个运营能力 有运营能力做支撑 经营和服务内的业务的资产效率 就会越来越高 运营效率和资产效率就会越来越高 运营成本这个融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低 这是两个翘翘板 它的这个翘翘板的底座和支撑点是不一样的 融资的这个基本的底层逻辑还是有差异的 那其实这一能把整个行业看成一个资助行业 无论是信用的授予方还是这个融资的接受方 授受双方可能都要吸取在以前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还是要去坚持做善的融资做善的融资一定是要是个要点 一定要是聚焦真实的价值创造 拿的钱是拿的去创造价值的而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第二是要坚持买卖双方见面 我们特别经营服务业务和开发业务 在集团作战的情况下 用钱的人和给钱的人经常不见面 就经常会出现金融机构的要求 没有贯彻落实到我们的基层的一线的这个作战团队里面去 那这一点我们这几年也在不断的改善 第三点还是要符合这个社会能力道德的环境和道德的三种底线 第四是要不产生过高的货币陈述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以前在放杠杆这方面 也有个进入狂飙模式或者进入不理性的那些阶段 今天都要积蓄这些经验教训吧 总而言之 无论是我们的融资的总量在增还是减 它都是服从与业务需要 那么我们过往一年有些负债有新增 是我们在经营和服务内业务方面的这个投入更多的 这一块的对应的这个资产和项目也多起来的 可能有我个人的感受 对于开发业务来说 把业务做好的 开发业务来说把业务做好的 杠杆表面上高一点低一点不是问题的实质 是业务本身要做好 经营服务内的业务是要把 也一样的要把业务做好 除了跟产业交易对手 最终去进行这个资产和果权的交易以外 也要学会跟金融机构 显资为主的金融机构 去交易资产成为彼此的这个交易对手 做经营和服务的业务 可能也更需要对金融方 金融交易方的这个理解 我们在这方面也在不断的摸索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以及能力 谢谢你的问题 好的 谢谢见面新闻黄玉的提问 谢谢朱总的回答 下面 下面我有请 媒体朋友提问 好的 还是再请问媒体朋友吧 请那位第二行 从大门署第三列的女士 黄色衣服的 管理层好 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 想请问郁总就是 房地产行业进入了调整之后 活下来的房企面临新的发展模式选择 您去年有提到说 经营性业务会成为万科新的利润蓄水池 那在新的发展阶段 万科的经营性业务有哪些机会 然后从年报来看 万科的经营性业务现在虽然增速还可以 但是对利润跟您说的贡献还是有限 您认为未来经营性业务 对于业绩和利润的贡献会是怎样 谢谢 好的 谢谢21世纪经济报导 吴舒颖的解论 您主要关注到这个行业的 万科的转型业务 经营转型业务是不是会 未来的表现的一个情况 郁总 好 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期待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觉得很想回答这事情 有很多话要讲 我觉得首先一个新发展模式 新发展模式 我们行业或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这么一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作为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全面去定义它的概念等等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缺乏这个能力去定义 这么新发展阶段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些我们的一些观察 我们是有我们一些观察的 我们来看整个大的环境 无论市场环境 还政策环境 对于我们 基因服务类业务 都是越来越看好 越来看重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 开发万科做开发型 金融并融策略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看那个 基因性不动产投资 对投资者 基因性不动产 对投资的吸引力在足够的加强 这个特别明显 在过去的最大变化是说 基因性不动产 它能够创长期稳定的利润 它的优势呢 开始呢 又创造能够长期稳定的回报 这优势变得更加明显了 大家认识到它的价值了 同时呢 它就意识到它的风险低 抗波动的能力强 不像开发业务这样 波动的特别快 所以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小 那么以前的劣势是什么 以前回报率低 说基因服务的业务回报率低 这是它劣势 但现在随着社会平均收益水平的下降 这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差距缩小 所以说经营的好的不动产 现在肯受各自投资的欢迎 我们内部叫做优良资产 这优良资产水平 就很多人会来要 很多各种需求 都会有 所以说呢 经营性不动产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增强 第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非常清楚看到说 我们相关的政策 相关政策 融资渠道的开放 我们让我们开发 让我们经营性业务 有一个投 融 建 管 退 这闭环形成了 以前的没有退 以前没有退 所以以前只能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 但没法退 所以今天的话呢 各种农资政策出来 使得比如说 我们有类似 已经推出上礼拜 就有了类似 我们有不动产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 我们还有呢 我们像 像租赁住房的长期的贷款 这些工具都已经开 都已经出现了 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过去基因性 持有性基因性不动产 最大的个问题 最大压力就太重 这问题呢 开始呢 有了政策的铺垫 可以加以解决了 就像以前 就是我们卖房子的时候 我如果没按揭 个人要买房成为主流很难 那么今天有了像类似 不动产私募股权啊 等等 有长期那个 长期金银性贷款等等 啊 租赁住房的长期贷款等等 这些呢 使得 这些基础设施具备之后呢 这个业务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 我也相信 在真的资助下 这个业务会发展很好 那么我们这个意义在哪里 当我们这个基础设施 都常具备好之后呢 我们城市里的存量资源 可以到充分的利用 变成非常潜在的业务机会 比如说我们国家 据统计啊 我们国家现在城市里面 有4700万栋住宅 不建筑啊 4700万栋建筑 这里头当然有住宅 有商业 有办公 有仓库 有产业员等等 那么4700万栋 那么这些资产 这些 这些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业的方式变化 老百姓的 老百姓的需求的变化 那么 都需要不断去改善提升 所以这个行业 才真正开始可以做到 叫常做常有 常做常新 所以说这个是我想 那个 我对于整体上 对于 我们 开发 那个 经营性不动产业务的一个 那个 现在一个机会的一个整体判断 那么对万科而来 对万科而言 我们 在这方面 在经营服务类 业务方面 我们有先发优势 我们先发优势 首先我们方向选择是对的 我们 早在八年到十年之前 我们捐定的选择说 我们这个道路必须往前走 我们那时候就预测会有天花板 只不过不知道是哪年 哪年发生 但事实上现在告诉我们 二一年做天花板了 真到天花板开发业务 那么我们提前了好多年 八年到十年时间做了相关的铺垫 所以我们起步也比较早 起步比较早 起步早了之后的好处什么呢 我们到去年为止 我们把基因福利也加重在一起 我们对报表贡献是零 这种巨大成绩了 因为我们以前是负的 要吃掉很多利润的 所以我们叫负学费负完了 负学负完了 这个学费负的好长时间 负的很大 终于负完了 所以开始我就有正下贡献了 这是零我都很高兴 是终于成零 终于能够不再成为负担了 所以我们起步早的学费复得早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呢 我们我们布局比较全 我们的布局比较全 我们各场都有 我们而且各自在各自领域里面 都是数一数二 当然物业不用说了 物业其实好像传统业 其实物业这边万物粮行啊 科技啊 云层啊 那个城市服务啊 包括现在跌层战略 都是这几年发生的 并不是我们二三二十年前 我们传统物业服务是跟着开发起来的 但是我们物业今天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这个这么多赛道也是我们这几年才有的 包括我们在常驻工艺行业第一 我们在在物流仓储方面 高标仓第三人 人的第一啊 我们在商业方面 我们在全国第五的样子 基本上我们这些所选的赛道都在前五的位 都在我们领先的位置上 领先位置上 那么这些这些布局比较全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协同效应很好 今天啊刚才说到我们如果说存量的改造 存量改造这部分来说 其实不是只是需要一样东西的 我们当我们服务一个大客户的时候 他所需要东西 我们跟很多大客户在签战略合作协议 他不仅需要办公 他需要我们的万物业行的服务 他还需要我们租赁住宅制作配合 等等一系列在那里 所以这块呢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用他的智能化设备啊等等啊 这些合作 我们也帮他业务发展 他也帮助我们业务发展 所以这些呢 如果单一场景很难具备这么一个一个能力 去完成它这种综合性的改造 那么这是从企业和从政府来说 城市的更新改造也需要这种场景 所以正好我们这种布局比较全 然后各自在各自领域里面 在数一数二 那么我们这个条件很好 所以前两天那个李显龙 新加坡李县总理去了我们永庆坊 那我就代表万科不止商业经营啊 我们改造是我们传统优势 我们在在这种场景打造 在商业经营方面也做的很不错啊 做的很不错 他在不断的有变化新的东西 所以才能吸引更多人去嘛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万科应该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先发的优势 先发优势 那么整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今年我们 我们相信万科的精英服务的业务加重在一起 啊 我们还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收入来看有两位数增长 我觉得我们的利润都会开始从去年零开始 一定只是增长吧 一定是一个正向引力贡献 正向的贡献 说那么多好的 我觉得还需要有一点那个问题 还是要跟大家沟通一下啊 其实我们这个精英服务的业务啊 都是赚 长钱 赚小钱 赚辛苦钱的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经常会 会 会有点分裂 刚谈完个几十的合作 回头谈个几十万的生意 啊 你看看 如果我们卖房子吧 每平方米啊 一万五左右 啊 每平方米 回过头来看我们精英服务的业务 我们按照每平方米每天的收入来看 我们最高的我算了下 是我们常住公寓啊 每天有八十一百块钱可以收 当然我们深圳最低的说十块钱也有的啊 啊 但我说平均啊 平均在八十一百块钱 我们的商业 大概每平方米每天收六到十块钱 这不错的了 到物流 每平方收一块钱 到物业服务 到每天每一平方米大概收六分到一毛钱 哇 这个业务你说说看一定是个小钱 就几两单位现在搞出你 我们要从多少多少多少几十亿为单位 到最后 圆都不够啊 要以分为单位 所以这个时候是普通一个数量级 那么 那这里来说的话呢 你要说在某这某个单一个年度 是要对我们啊 要短期之内要对我们的盈利表啊 损益表要重大的改变 或收入上要做重大改变啊 短期中重大改变 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有难度的 但是这个业务呢 这种业务 跟我们开发业不一样 是滚雪球的业务 滚雪球业务 它是个做存量生意的 它的主要靠的是个复合增长的力量 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个永续的生意 可以每年都有的 所以给一段时间 我相信 给一段时间 我们 它一定会对我们的收入 对利润表 有重大影响 有重大影响 所以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今天这些外部环境都已经具备情况底下 那我们呢 当然如果说是有这个类似啊等等啊 不同的股价基金这种 那个现在已经开始在那个 政策已经有了 如果这方面能够进度更快的话 那么可能会 这方面体现盈利贡献会快一点 会快一点 那总的说来呢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充分击积极尝试各种各样的渠道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有这个耐心 好 谢谢你的问题 好的 谢谢21世纪今天报道 吴树莹的提问 谢谢于总的回答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提问 我还是回到投资者这边 请第二行最靠边的这位 穿黑色西装的男士 好的 谢谢各位同行 然后我就接着刚才吴老师的提问 和于主席的这个回答 请教一下 就是说 整个这个公司这么多年 十年的维度啊 积累了这么多的优质的资产 然后现在政策也比较的支持 然后就是在管理政策 整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初标 或者说基础设施 在此这个排布上是什么样的 包括就是说 2023年看啊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什么动作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你主要是关注这个瑞茨的这个政策工具 以及万科的计划 吴总 好 这个请那个刘萧回答 好 谢谢你的问题啊 我理解这个问题 和刚才 郁总表达也刚好是一脉相承 您提到的 对资产的排布 我想包括瑞茨也包括其他的大众资产交易方式 其中呢 这个刚才 在于总提到了私募股权基金 提到了瑞茨等多个方式啊 我想就以瑞茨为例哈 确实现在随着交易渠道的不断拓展啊 尤其是瑞茨的发展 确实坚定了我们开发经营服务并重的战略选择 特别是鼓舞了我们的信心 瑞茨必定作为一个房地产证券化的政策工具 给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退出渠道 事实上这个渠道对于金融市场本身也是特别有利的 因为会会把不动产投资变得小额化啊 简单化可流动啊 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双赢的局面啊 我想这个对两个行业都有啊 金融市场也好 对房地产行业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啊 就像郁总刚才提到的 其实对万科来说呢 我们的布局的特点是第一全第二早 所以不论是长足公寓啊 还是物流 还是商业 我们一直面临着重资产投 投入的这么一个难题啊 因为公司公司经营开发金融服务并种这个战略转型 它其实是需要持续的进行啊 重资产投入的啊 我们确实认为啊 我们的核心能力是经营服务能力 但是资产的投资和经营服务能力是相辅相成啊 也会相互促进的啊 所以呢 呃刚才郁总说的投融建管退啊 把这个退的啊 环境越来越好 也会有利于啊 投融建管啊 有利于我们的投资和有利于我们的业务发展啊 我记得我们去年提到了利润蓄水池策略啊 如果利润蓄水池的净水管把它理解为投资的话 那么出水可以理解为您刚才提到的啊 各种大动资交易啊 包括瑞斯在内 随着这个出出口的越来越健康 我们的啊 蓄水池的涵养啊 和净水端的投资就会做得越来越好啊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信心的鼓舞 而其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今天的瑞斯包括您提到其他的交易渠道呢 其实都是市场化的啊 那么反过来对我们培养优良资产啊 我们是有体感的是有帮助的啊 因为你比方比方说啊 瑞斯的渠道啊 它的啊 它的管 它的要求啊 政策要求啊 等等各方面要求 其实呢 也对我们投资形成一定的指导意义啊 我们的投资标准 有些时候也要参考这样的标准 那么对于我们的业务发展啊 包括各种要求啊 甚至包括权政的合格也提出了要求啊 前段时间我们进一步推进了啊 公寓的纳宝啊 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啊 瑞斯本身对于啊 纳宝是公寓瑞斯的前提啊 所以对我们对优良资产的培养 反过来啊 从退出端啊 或者形成了一定的指导 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所以呢 其实万科自己也在非常积极的去去去去尝试 面对这样的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机遇 比如说呢 物流是我们尝试比较早的啊 那一开始是房地产背景是不能发的 现在后来能发我们就尝试的比较早 那万维物流 现在我们是在浙江和广东选了几个资产啊 大概25万方左右 目前已经地方的政府啊 主要是发改委已经有了推荐的文件啊 目前进入下一步审批 我们觉得今年应该可以发瑞斯 公寓啊 我们也在 公寓因为是瑞斯比较鼓励的方向 我们也积极的在在布局 那公寓的前提是纳保啊 我们大概在北京啊天津啊深圳啊 一共有60多个项目啊 纳保啊大概6万间房源左右 我想这些资产都在做积极的梳理啊 评估准备啊 事实上已经选了一些资产啊 进入一个更更更更深的流程啊 这些资产的选择也结合政策的需要 监管的要求 应该是还是在有序的启动的发行工作啊 然后我也注意到就是3月24号啊 监管层啊 对于商业的瑞斯有非常积极的表态啊 我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过去7天啊 也在积极的工作啊 包括也在研究券商的选择啊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关注这个政策的情况啊 并且积极去做啊 总体来讲呢 我是觉得啊 政策在啊 非常起到非常积极的这个探索 那么但是政策本身啊 包括瑞斯 包括您提到其他的交易渠道 包括万科的时间探索 确实也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啊 我们也觉得在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探索啊 不断推进不断迭代啊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啊 我们更加坚定我们去 一方面积极研究政策 更重要是坚定我们不断的打造优良资产 把这个蓄水池做大啊 我想这一系列的政策利好 都会成为啊 不动产基金服务这个行业的重要动力 也会成为啊 万科基金服务 并种战略转型的一些重要动力啊 谢谢 好的 谢谢中心证据 张琼文提问 谢谢刘萧的回答 下面我们再请另外一朋友 好的 请这个 呃 第三行 从大文署第四列这位女士 媒体朋友 嗯 从大门署 呃管理长好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想问一下保总就是呃 呃前两天刚好万物云发布了上市以后的首份财报 但是从那个股价走势来看 这两天市场反应似乎不太好 想请问一下您怎么看这个情况 谢谢 哦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关注的是 万物云业绩发布会等股价表现 嗯 嗯 好 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对于刚刚步入资本市场的万物云来说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向资本上来来学习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很很很小细节的地方啊 比如说去年IPO的时候 是吧 这个这个团队在公布公布我的年薪 是吧 我也没看哈 他是把这个我在原来集团工作时候的年薪给公布了 那其实去年IPO的时候我自己跟郁总申请 是说 我说我到物业这个上市 我说把年薪减一半 是吧 但是但是但是团队在做的时候 其实以前在万科A也没有公布过我的这个数字 反而这个这个把以前的这个数字给公布了 那就是公布了一个一个并不准确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次业绩发布会 这个业绩发布会的第二天其实刚好是及时解禁 是吧 但是这个我们在当当时在考虑这个今年在对无形资产处理的这些原则的时候 想的就是稳健不给未来这个这个这个留负担 是吧 我们这个这个尽可能 呃用用最快速的摊销更多记录无形资产 那其实如果要是要是考虑第二天及时解禁的话 其实这里边你你你放长一点的摊销的 他直接在在第一天看到的数字就会比较好看了 对吧 啊 所以所以他他出了第一天 我们想的那大家都会 呃钻透财报往下面去看 但是可能大家第一天就直接看看 看到一个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净利 这个反而没有增长等等是看到这么样一个一个数字 那我觉得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我觉得把这个旺云的财报如果打开来看哈 我们看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质量 先看先看现金流对吧 就进行净现金流二十七点六个亿 而这里面预收账款就有四十五个亿 我觉得这里不仅代表着一个 经营质量可能很重要的反映一个客户关系 呃 另外呢就是尽管开发商业务啊 原来占的毛利比重比较高 现在出现了下滑 但我觉得呃 从公司的多元客户战略来看 今天来自于非万科的项目占比 已经超过了六十七点七 尤其是以万物良行为代表的 2B端的业务增长 呃过去几年的复合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啊并且来自于第三方的项目占比 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 呃我想这个即便是未来呃 呃这个这个规模再打之后 啊我觉得这种多元客户的策略也会让公司的财报变得更加有韧性吧 呃另外就是看基础业务啊 呃就整体的啊 呃把贪销剔除之后 不论是住宅物业还是商业物业都保持了一个有有有有质量的增长 呃呃 呃但但公司对于呃 呃基础物业的增长背后可能更看重的 他是否真的能够产生规模之后的编辑效应 呃所以 呃所以真正在想他的编辑效应的时候才出现今天叠成的这个战略 啊那我们通过科技投入通过更高密度的在三公里半境内的项目的集中度 然后来去通过改变流程啊 啊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让啊啊基础物业 而且他在保持客户关系保持现金流保持增收增利的同时还能够真正像科技企业一样产生编辑成本的下降呃我觉得这才是公司真正的思考那从叠成的效果来看去年只是改了三十八个叠成我觉得至少一点呃一点几个亿一点六个亿的基础设施 投资带来了超过三千万的呃五个月五个月带来三千万的一个一个回报啊如果折合到全年差不多能够到四个点的毛利的改善啊 啊所以我想这个这个策略应该应该还是在2023年啊这个我们还会超过100个叠成的打造啊同时呢呃我觉得23年对于万物云来说应该是一个效益改善的速度会大于规模增长的速度啊以上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 好的谢谢每日经济新闻的提问谢谢保总的回答呃虽然现在已经10点55分了但是因为大家提问很勇于我们还是延长我们的这个业绩发布会的时间啊 好那么下面呃我们请呃第一排的这位穿性色衣服的女士吧手举的高高的哈哈哈哈 您好管理层好呃刚刚朱旭总介绍今年公司要提高投资质量根据板块的健康程度来投资拿地但是今年以来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一二线城市它热门板块几乎都是触顶摇号的我想问的是除了烧香拜神我们怎么减少这种拿地的不确定 保障图处和可持续发展然后今年的投资拿地的预算有多少谢谢 好的您是来自哪个系统 经济观察报记者 经济观察报记者 谢谢经济观察报记者 您主要关注到公司的投资拿地的一个策略 好的 郁总 好请张海 嗯 投资拿地 不靠烧香拜佛 对不靠烧香拜佛 嗯 这个这个问题 好 感谢啊 我也思考一下 啊 这个 投资这样啊 投资其实是 我们 这个 对于我来说啊 就是安全和发展呢 一直是 在开发经营中 这个 事件中 需要把握和权衡的关键问题啊 去从过去一年看啊 基于行业的这种深度的调整 和变化 其实我们的天平呢 倾向于了守住安全底线 这样一个方向啊 其实对投资设定了 比之前设定的更加严格的标准 嗯 但是我们在2022年呢 还是保持了投资的连续性啊 目前我们是2022年获取了36个项目 新增低价投资886个亿啊 金融界面将将近700万平米啊 这些呢预计能够贡献的产能 将近是1750个亿啊 这些主要城市还是分布在上海 深圳 杭州 南京 东莞等城市啊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项目呢 有22个已经开盘了啊 开盘了 从拿地道开盘呢 大概现在是看到有5个5个月啊 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理想的 比我们之前有比较大幅的提升 这方面有政策的放松啊 就是利好 也有我们资深努力的结果 毛利率水平在20% 刚才我讲过 另外一个指标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它有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的IR 到了百分之平均在35% 啊 这些项目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计贡献的销售额 是380个亿 然后你你说的这个烧香拜佛的问题啊 我我我我我试着思考和您分享回答一下 确实这个问题有点这个附加体的感觉 这个当前我个人认为啊 市场分化和复苏回暖是并存的 并存的 而且在不同的市场 复苏回暖程度也不一样啊 所以这种情况呢 要求我们对投钱的论证和研究 要更加的充分 以前我们投资研究的时候 比较关注的多的是 城市的宏观指标 现在我们更加看重市场板块的典型特征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让投资的精准度和安全性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夯实投资的安全边界 同时呢这个操盘团队啊 就是我们各区域和一线公司的操盘团队啊 也作为决定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 比如这个团队的产品实施能力啊 精打细算的能力 以及专业人员是否齐整啊 这些都会纳入评估 我们也注意到啊 就是今年以来投资的情况聚焦在一些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啊 由于出让条件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参与的情况呢 就是获取的几率呢 并不是很大啊 并不是很大 因为确实集中的人比较多 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差异化的投资策略啊 差异化的投资策略 但是前提是 就是我们自己还得有能力啊 能做好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点 嗯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项目的一个小模型啊 这个模型可能会让我们在一些全国大概若干个啊 那个数字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啊 一个板块中可以找到一些自己合适的项目啊 就是整个来说呢 我们会根据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啊 啊 坚持量入为初 量入为初 把握投资节奏啊 投资我们要为业绩的连续和稳定啊 起到支撑的作用啊 我的回答到这儿 谢谢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其实非常关注这个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 然后关于未来啊 包括保住房这一块 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安排啊 谢谢 好的 谢谢中国企业家杂志黎炎炎的提问 您主要关注这个公寓业务的盈利和发展计划 好 那个助走 好 感谢你的提问啊 因为我自己见着博育的这个所席合伙人 我们去年对大家提到的这个 实现报表盈利的这个目标啊 是不会不会改变的 并且我们这个盈利目标是在成本法下的这个盈利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重新估值 当然就像朱旭刚才讲了 我们去年实现了32.4亿的这个收入 增速达到12% 去年还是没有盈利的 23年一定要走向成本法下的这个盈利 具体的这个行动方案和举措 我自己个人总结为两句话吧 一个就是围绕需求去见能力 围绕需求去见能力 第二是经营运营挖潜力 经营挖潜力 确实做出租公寓业务跟其他的业务不一样 这个对能力对经营运营的要求非常高 对租户客户的理解的这个洞察的这个要求也很高 那围绕这两句话我想给大家汇报交流五个要点吧 第一是对于十一单租户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十一单租户来说 因为我们的出租公寓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首先得让年轻人起闻乐见的方式跟他们交互 那我们是用各种我们的小程序啊APP啊小红书啊公众这个公众号啊 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感觉到流量的平台怎么变化啊 或者流量在平台之间怎么转移 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的注意力就在哪里 我们在这些这些平台上在这些流量转移的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始终去钻流量往哪里走啊 我们的能力就往哪个方向见 那实际上我们的公众号上有100多万的沉淀的这个用户的 我们的APP有200多万的这个客户的啊 我们的整体加起来沉淀了400多万的客户啊 也就是去抓他们的流量 那光靠流量他进来住了以后体验不好也是枉然啊 进来以后我们就抓入住服务和这个租住铁 那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我们还做得不错的是 去年我们整个的续签力也就其他行业的复购力复购 达到了60% 达到了60% 那这还是有点挑战的 因为现在的周期越来越大 我们前年平均的周期8.6个月 到了去年的这个周期就到7个月不到的 那今年的这个周期会变得更大 那也就是说出户进来的这个体验 我们能不能关注到 能不能把他们照顾好啊 能不能让他们来复购啊 能够脑袋心 这点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要去把它做好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B单的客户啊 因为我们是玩了集中式公寓的这个赛道啊 那其实我们是要为进入了企业服务市场 要对B单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啊 我们也跟全国一千多家这个B单企业建立这种联系 为他们解决员工住宿的问题啊 短期这个会议啊等等 以及他们自身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宿舍需要有人管 有的物业需要改造啊等等 我们对B单一连下来的这种效果 我们觉得B单的胜利才是我们组织能力的胜利 我们就在B单上建立了我们的能力 那才是我们的组织能力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提升 对于B单企业客户市场 我们主要是通过用科业经理啊 用这个CIM等等这些工具啊 是一个整个BU的集团化作战的这种方式 从与我们联系和服务的企业的反馈来说 这方面的这个口碑和海上在提升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观察这件事情是 他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有特别的资产 愿意不断地委托给我啊 假设愿意连这个员工宿舍都委托我来管理的话 那这个B单我就基本服务好的啊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难的这个特性化的 个性化的需求来找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认为自己还是做的可以的 那第三个要点无论做什么生意 产品是一个一个核心 因为它是其中体现的这个解决方案 整个博裕从产品的这个前期策划到 产品设计到建造到货需运营 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前测加EPC 或EPC加O等等这各种方式 这种能力产品上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 也让我们在投投方式上显得更灵活 我们以前是大部分的是以重资产和中资产 来获取新的房源 由于能力的提升 我们在最近这一两年 项目获取大部分是轻资产的方式 就像今年二三年我们大概要获取 两万件以上的这种新的房源 绝大部分都是轻资产 这些轻资产 资产越轻对能力的要求可能就 对产品能力的要求可能就会越高吧 第四个要点是业主做这门生意的时候 无论自己集团是业主 还是庇佑自己是业主 还是第三方是业主 我们一定要去散业主的账 为资产的最低回报 要有一个底线有个底线管理 也在我们的运作过程当中 我们是把业主也视同于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各种小博科技的后台的数据 都要给我们的业主开放 他要关心他的收益 我们也要对他的这个收益来负责任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业主跟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理解 比方说在特定的时期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商务条件的优化 过往诸如如如今不太合适 会根据情况动态的调整 我们也在跟业主提供这个 木头建管一幅的整体的服务 我们可以为一个业主 从最初的这个买地投资 给他建造 帮他把资产交易出去 以及后续的资产运营服务 整个这个壁环我们已经打通了 所以业主对我们的依赖度 也在逐步的提升 那这里一个重要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考察辩量就是 假设交易出去了资产增值的 业主愿不愿意跟我分享 假设业主把超过他预期的增值 愿意分下10%到20%给我的话 给我们币优的话 你就表明我对业主的服务 对业主的这个贡献是基本是够的 这是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确实就是要靠一个强大的运营能力 我们在运营能力上也做了很多这个提升 更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运营是建立在一个科技团队 不是专门的运营团队 我们的科技团队就直接来管运营 我们的科技团队也能够管到保洁保安的效率 也可以把入房保洁 也可以做成一个增值服务 最后导致我们单间的运营成本 在行业当中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 并且我们这个是不能牺牲这个租户的这个满意度 和这个和他们的这个体验为前提的 也让我们的人房比我多少店长和管家 对你多少店房也在行业当中处于一个 不是领先是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你太极致可能服务质量就下降 如果人房比太低 那可能这个效率又比较低 那我们在综合运营 这方面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也是基于租户 基于客户 基于业主 把这几方都能够关联起来 用一个科技的手段 来把它来进行这个 强关联 强连接 最终来体现为一个 运营指标的这个 运营能力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们的五点 五点基本的做法吧 那刚才刘肖也讲了 这个瑞士这个 的四点 我们也有五点八八万间的这个房间 纳宝的 就是说瑞士的这个 第一个前行条件 对吧 也跟相关的这个发改委 正在 正在沟通 也 第一批是拿的 都是我们自己 作为业主的一些 一些资产 对吧 那我相信这个 无论是公募瑞士 来交易资产也好 还是通过私募基金的这种方式 来交易这些资产 他会为其他贡献一些利润 也做一些正向的贡献 这条路也基本跑通 闭环基本行程 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整个BU 有很强的信心 我们瑞士的推出给我们最大 我们BU的最大的价值 只要我们一开始按照瑞士发现的标准 去进行木头建管交易和交易后服务的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不担心这个资产太重 也不担心业主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按照这个标准去做 我们的还能够获取长期的这个 为业主提供运营服务的这么一个持续的这个机会 我们通过这些招数吧 今年要实现这个成本法下的这个盈利目标 这个盈利为正的这个目标 这就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谢谢中国企业家展示的提问 接触的回答 我们再请 好 请媒体这边 第二排穿黑色西装白色T恤的这位先生 第二排黑色西装白色T恤先生 管理城好 华尔杰建文周志宇提问 我想就开发业务的话 再追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刚才也提到投资这一块 那么去年的话 其实管理城也提出了就是万科过去 有对开发业务有很多反思 比如说这个基因的离散度比较高 投资也有最高的一个情况 那么过去一年来 我们也看到万科有做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问题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并且就是说 开发业务在这个目前已经逐渐企稳之后 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回升 好的 华尔杰文这位记者他主要关心到是 开发业务的离散度高有没有得到改变 未来齐稳之后 开发业务会全面回升 好 藏海 好 感谢您的问题 去年确实对集团的开发经营业务 我们进行了反思 其实我们后来也实实在在做了各种的安排 我们去年一年的开发经营业务 主要围绕的九个字 保安全 稳利润 提回报 来展开工作 应该说呢 经营离散度高啊 这个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那么下面呢 我大概从三个方面给你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突出了运营在业务管理中的中枢作用 我们做了一张表啊 我们内部把它叫做资源资产的底表啊 这个表呢 把我们可受产能超过一个亿的项目啊 都纳入了重点的管理范围 这大概这个这个项目大概有779个啊 我们基于这张资源资产的底表 以销定产动态调整供应节奏和量价关系 我们认为每个月啊 每个季度扎扎实实的完成销售任务 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啊 我们去年这么做的啊 今年也会继续坚持这个做法 同时呢 我们也要求各区域 各一线公司啊 把自己作为一个经营主体 参与市场竞争 我们有个三比 跟自己比 跟市场比 跟同行比 在这个三比的基础上 我们制定了业绩目标 那主要就是 其实设定了就是认购 签约回款和回款率的 及格线和金线标准 金线标准就是一个比较优良的标准啊 那这些标准 这些指标也是评价和考核各个业务单位业绩和第一负责人业绩的重要依据啊 第二个呢我们紧抓了两个点啊 紧抓了两个原点提升了一个效率啊 这两个原点呢就是投资的原点和产品的原点啊 其实这两个原点对了以后呢 这个方向就不会错啊 客户定位也会比较清晰 成本投入 基本也可以框定 某种意义上说呢 这两个这两个点啊 决定了这个项目成败的80% 所以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在上面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去做了很多工作啊 一个效率事实上是操盘效率 这里这个效率呢 其实我们强调的是系统的效率最优 而不是单向的最高或者是最低啊 比如这里我们会结合产品线建设要结合供应链管理 然后我们要强调专业之间的合力 周转要跟上去要快啊 同类项目就开发经营业务中同类项目的批处理能力 都大幅的提高 另外我们根据我们内部的标杆项目的优秀做法 我们也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 这些好的做法正在迅速推广和复制 第三呢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研究啊 这个研究已经搞了四年了 叫未来城市理想单元的一个研究 我们今年的这个项目的有望建成落地啊 它是以活力低碳智慧三大场景 为呈现的一个新产品 相信它的落地之后呢 应该给客户和社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认为在新的阶段啊 不管市场什么变化 新的优势的建立是需要理念创新 和前沿产品的研发的 今年我们会在这方面投入更大的力量 那么就过去的一年 我有一些感受啊 就关于这个开发经营业务的经营状况啊等等 就回报水平看似是若干的指标 但它其实背后是模式的选择 以及与之匹配的能力的体现 所以我要求就是我们这个本部要求每个区域啊 要根据所在市场的环境 以及它的竞争态势 进行专门的能力建设啊 这里讲的强调是专门 这个专门比如说我们的上海区域 南方区域 它需要重点建设的能力就是商办住 综合体的开发和经营 我们的华中区 西北区 东北区 他们需要在综合住区高品质稳定量产上 牢固的建立自己的优势 那么大概呢 我们这方面建成之后呢 我希望呢 我们未来在系统能力上 会有长途的进步 应对未来的发展和挑战 好我回答到这儿 谢谢 好谢谢华尔街建文的提问 谢谢张海总的回答 我们再请 再请下一位朋友提问 哦 请这个第三排 红黑色衬衫 白点衬衫的这位女士提问吧 嗯 感谢各位管理层 我是国联证券研究员佳好信 想提问一个关于分红的问题 就是去年我们大概拿出了100多亿的现金流来分红 那今年定增的话 上线大概是150亿 请问管理层怎么看待这大笔现金流的一进一出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的分红比例 是否还会维持在可分配利润的30%左右 感谢 以上是我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国联证券的提问 您主要关注公司的这个分红的一个问题 李总 好 请继续回答吧 好的 其实公司这么多年一直坚定稳定的一个分红的政策 我觉得这也是对长期持有万个股票的股东的一个 最好的信手承诺和回报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其实我们今年的计划分红是80.6亿元派息率是35% 相当于美股派息6毛8 但是如果加上我们当时现金回购股票的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分红率呢 是可以到到41.4% 那么其实的话 我们未来的话 我们还是想这个股息分红对我们的长期股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想把它稳定在35%左右 极端情况下呢 我们也想保持到30% 其实您已经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上市以来 累计的分红呢 是可以到了1030亿元 是我们历年股权融资的大概是2.8倍 那么平均的这么多年来 平均的股息分红率呢 就是33.4% 我们也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平 在万科点邮箱 可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投资者关系部门呢 和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那么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各位的历历 我们下期业绩发布会再见 谢谢 ...... ...... 铃血